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是贝尔尼尼所主导的巴洛克艺术 而且基本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没有贝尔尼尼就不会有巴洛克艺术 也就是说贝尔尼尼是绝对的巴洛克艺术的开创者和主导者 所以说甚至贝尔尼尼在意大利有名到什么程度 我们下面看这张图片 贝尔尼尼的肖像甚至出现在1985到2002年间 5万里拉的纸币上面 就甚至这个艺术家的头像被印刷到钱币上 而且是在近代被印刷到钱币上的 所以大家去看到贝尔尼尼在整个意大利 或者是在巴洛克的这样的一个 艺术的主导地位有多么多么的高 所以说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巴洛克艺术的诞生 好那么下面呢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关于贝尔尼尼的其他作品 我们看这一幅仍然是雕塑 叫做神志昏迷的圣德列萨 其实这一幅雕塑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呢 这里面其实有贝尔尼尼的一个个人成长史 因为我们前面呢讲到的贝尔尼尼呢 实际上他在雕刻包括阿波罗与达夫尼等等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他也比较年轻 而且我们说他曾经说他年轻的时候没有错误的着过一刀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自负 极为自信 自信满满的这样的一位艺术家 所以当他极度自信到这个人内在的这样一个骄傲 当他膨胀到一定程度 而且确实呢他也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 成为了巴洛克艺术的主导以后 那么呢他就 他可以说在当时的艺术界他是目中无人的 他看不起其他的艺术家 以及帮他来雕塑的这样的一些助手们 所以后来呢也就导致了呢 他虽然说艺术技巧确实很高 可是呢在艺术圈却不太得人心 但是呢教皇很喜欢他 教皇对他非常喜爱 而且呢教皇呢甚至曾经说过一句话对他说 他说贝尔尼尼你生活在我所处的这样一个教皇的时代 你是可以感到荣幸的 可是同时因为你我能够生活在和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我也感到很荣幸 所以大家去看如果一个教皇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证明他这样一个贝尔尼尼这个人在当时的这个整个艺术界 甚至在教皇心目当中的地位有多么多么的高 所以可以说艺术家的地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 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期 就没有艺术家可以说在和一个和政治人物啊 和政权人物能够有这么强的联系 和在他们眼中能够占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所以这个呢也导致后来呢 贝尔尼尼呢实在是太骄傲太自负了 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圣彼得广场旁边的钟楼的设计 旁边那个钟塔的设计 就交到了贝尔尼尼手上 但其实呢贝尔尼尼是作为雕塑来说啊 作为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绝对是number one的 绝对是最棒的 可是呢圣彼得广场 圣彼得大教堂旁边的那个钟塔 其实呢它是属于建筑设计 当时呢还有一个叫做巴洛米尼的 建筑师他应该更值得去得到那个位置 可是呢因为贝尔尼尼和他的教皇的 当时的教皇的关系实在太好了 所以教皇呢就把这个任务 给到了贝尔尼尼 结果呢贝尔尼尼接收到这个定建以后 他的设计呢是怎么样 他的设计就超出了原来的钟塔的设计的几倍 是三倍以上 就把这个 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中间的那个主塔呢 就是那个主的那个主厅 是原来米开朗基罗设计的 结果他在旁边的那个钟楼 就是设计的比他矮一点点 所以这样呢就增加了这个教堂的 很多很多的重量 所以这个设计的重量是以前过去的三倍还不止 但是呢当时贝尔尼尼不了解的是 圣彼得大教堂下面的地基是软的 结果后来就导致了这个钟塔的设计 就实际上呢是因为重量太高 最后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主教堂就开始墙面开始裂 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就相当于 就有一点是触犯教廷触犯了上帝的感觉 所以这样当这个贝尔尼尼尼的这一个设计失败以后 就我呢曾经对贝尔尼尼虎视眈眈 或者说被贝尔尼尼瞧不起的这样的其他一些人 就转而开始呢攻击贝尔尼尼 然后这个时候呢一直支持贝尔尼尼的教皇呢也去世了 就有新的教皇出来 就我这样呢新的教皇出来呢 我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都会把和过去的教皇关系很好的人就视为自己的敌人 所以这样呢贝尔尼尼尼就不受宠了 所以在圣彼得大教堂的这样的一个中塔设计失败以后 贝尔尼尼尼相当于是中年的时候突然从高峰跌落到谷底 然后跌落到谷底以后就有十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就只有一些身份地位比较低的人 去找贝尔尼尼尼做一些雕塑呀设计呀等等 所以说贝尔尼尼尼在这十年当中可以说是起起伏伏 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那个可以得到教皇宠爱的 或者说得到大家都觉得这是最顶级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 已经没有办法去到那个位置 结果在这个状态之下 有一个教有一个主教 有一个主教 然后他呢 就基本上是在贝尔尼尼成绩了十年以后 他因为要建一个叫做圣德列萨的 这样的一个修道院 就是为这个德列萨修女专门的 这样的一个小的修道院 他要建这个修道院 结果这个修道院里面的装饰呢 他就请到了贝尔尼尼 而且这个修道院呢 其实也还蛮重要 因为圣德列萨 这是第一个为圣德列萨来修的 这样的一个圣女的这样一个修道院 结果贝尔尼尼介绍这个定件以后呢 他所做的这个雕塑 最后展出的时候 就真的因为凭借着这一尊雕塑 就使得贝尔尼尼又重新站到了 他的艺术最顶峰 为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尊雕塑 我们来看看这一尊作品 好 这是放大的图 我们会看到的是 德列萨修女 其实这不是一副人体雕塑 德列萨修女其实是穿着衣服 但是我们会看到他穿的是 非常凌乱的那个圣女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修女所穿的 那个道袍一样的 然后很凌乱的衣服 全部在他的身上的堆积 然后我们会看到他 藤云嫁物一般的 他踩在云朵之上 然后在他旁边呢 又有一个小天使 据说是一个六亿小天使 然后也有的说他是小爱神 丘比特 然后他拿着金剑 即将射向 圣德列萨 因为在历史当中呢 圣德列萨是真有其人 就是德列萨修女 而这个德列萨修女呢 是因为他患有癫痫病 结果他患癫痫病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很多的幻觉 然后他在幻觉当中 他就梦想着他爱上了上帝 并且同时他也得到了上帝的爱 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甜蜜 极端的在一个充满爱意 被爱和渴望爱 以及他去爱 也得到爱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他觉得有极大的人生幸福和满足感 好 结果在他清洗以后 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些幻觉 就是癫痫病当中的 这个幻觉全部把它记录下来 结果记录下来以后呢 他实际上成为了一个女性 对于一个对于上帝 或者说对于基督的一个爱的表达 它是一个爱意的表达的这样的一个 成为了这样一个小的册子 结果这个册子呢 后来就在民间流行 但最开始的时候呢 德烈萨修女就被人们认为 就像巫女一样 觉得她的 因为这些东西全是幻觉 然后她表现的是情和爱 虽然说是对上帝的情和爱 可是人们觉得 这些东西太充满欲望 太充满肉感 太充满情欲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只是在民间流传 甚至呢德烈萨修女也被认为 就像巫女一样的 所以会被认为 她所宣扬的这个基督教 有一点偏离了 就像偏向了一个邪教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可是呢 这个时候呢 因为基督教的发展呢 也开始也是由于教皇的腐败 然后整个 凡尼刚公的 这样的一个奢靡和金碧辉煌 被建造的 所以说呢 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 也不是那么的热衷和虔诚 所以后来呢 就有一些宗教改革的呼声呢 就开始慢慢的起来 然后当时同一时间呢 在北方尼德兰 也就是在贺南这些地方呢 这样的 他们提倡的一些宗教改革 好 在这个情况下呢 教皇呢 就会把一些 他们过去认为是 偏一点异端学说的 这样的一些 一些宗教组织 或者是包括人物 也就包括了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 德烈萨修女 然后呢 就把他们 就像那 也像当初对基督教一样 就是收编他们为 为正式的 就是我承认你的合法 所以这样呢 就把德烈萨修女 封为了圣女 所以后来呢 她的名字呢 叫做圣典列萨 就是这样而来 她本来叫做德烈萨 好 所以说这个圣德烈萨呢 就这样的 这一尊雕像 贝尔尼尼呢 当然也读了 这个小册子 然后她充满了 一个女性 对于上帝的爱和情 所以贝尔尼尼 就直接的用 非常直观的 视觉的东西呢 把德烈萨 描绘成一个 如痴如醉的 陶醉在爱情的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包括神情 包括人物的姿态 甚至她是 腾云驾雾的 过来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 放大细节图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拿着金剑的天使 拿着金剑 然后长着翅膀的天使 然后翅膀 这个天使呢 我们看上去 觉得非常的 圣洁和可爱 而且也很纯洁 可是但是 其实我们可以 有一个对比的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德烈萨 再来看一下德烈萨 所以像这一幅作品 当出来以后 很多人觉得 不敢直视 因为他们觉得 她对于德烈萨 修女在一个 爱当中的 或者说在一个 爱欲当中的 这样一个 如痴如醉的表达 就是她太情欲 甚至有人认为 这是在女性 在性的过程当中的 这样一种 视觉化表现 可是在这之前 没有人敢谈性 因为基督教是禁欲的 没有人敢谈男人的性 也不可能去谈女人的性 但是呢 比尔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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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德列萨的这样一个名义 然后结果呢 就把他直接把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他的描述的语言全部视觉化 所以后来在这个作品当中呢 甚至表现出了 在这个 等一会儿我们会 给大家看到一张图片是 在那个地下 在这一幅作品的 这个雕塑作品的 那个摆放的那个大厅的 那个地下 甚至那个地都裂开 连死人 那个骷髅的那个死人都露出来了 因为说这连死人都惊动了 就是这样的情景 这样的一种场景的雕塑 实在是太挑动 人们的内心的 这样的一个波澜的 这样的一个起伏 好我们看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他说 这是德列萨修里的一段字述 是他自己的语言的翻译 他说我看到我左边 有一个小天使 他身材不高 矮小漂亮 脸色红润 后来我肯定 他就是小天使学女班 他拿着金色小鱼叉 我仿佛看到了叉肩的火焰 他像用鱼叉 数次刺进我的心脏 接着又掏走我的五脏六腑 上帝伟大的爱 此刻在我体内燃烧着 我感到强烈的痛苦 不时地发出声音 可是这种痛苦 却是那么妙不可言 我简直舍不得让它停止 我的灵魂 现在在同上帝一样的满足 这种痛苦不是肉体的痛苦 而是精神上的痛苦 尽管我的肉体也分享到它 甚至感觉到还要剧烈 有一种如此甜美的爱的慰藉 出现在我的灵魂与上帝之间 所以他描绘的是一个 很直白的语言 在描绘一个女性 她和上帝的情和爱 好 从这一张图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 曾经也是在一个BBC的 一个介绍这一段视频的影片当中 他提到有一个法国的学者 他专门为了来研究这一尊雕塑 然后跑到意大利 亲自来看这一尊雕塑 然后在看到这尊雕塑面前以后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好吧 现在我知道什么是爱了 好 我们再看这一尊 这张图片 好 从这个图片的视角来看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看看后面这个金色的是什么 这些金色的 当然有的人说 这是装饰线条 它在装饰什么 或者说这个线条它在模拟什么 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上面 这个天顶是透光的 所以你看有没有像一束光线射下来 然后光芒万丈 透过空气 通过灰尘 其实在某些角度来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个光线直射下来 所以贝尔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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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接着再继续看 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 同样叫做特雷萨的另一位修女 这位修女虽然现在她也去世 但是在1979年 这位同样叫特雷萨的修女 她获得了洛贝尔和平奖 她为什么会获得洛贝尔和平奖 因为这位修女 她其实是兰斯拉夫人 但是她大多数的慈善行为 都发生在印度 然后她在印度的时候 她就看到印度的贫富悬殊非常的大 然后她感觉到很吃惊 然后因为她是修女 她想我皈依着上帝 那么我怎么样可以用上帝的慈爱 去帮助更多的人 甚至后来她改了她的名字 叫做特雷萨修女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前面那个雕塑的那一位特雷萨修女 她想我既然要把我分享到的上帝的爱 我要全部分享给人类 或者分享给印度的人民 所以这样呢 在印度呢 经常可以看到病死的人 或者说即将死去的人 就躺在街边 然后甚至她的身上 她因为疾病 身上都有虫子啊 就是腐烂啊 就即将死去 然后特雷萨修女觉得 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的死去 不管她生前是什么 也许她是小偷 也许她做了什么坏事 才沦落到在街边乞讨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她面临死亡的时候 我可以让她尽可能干净的 尊严的 被照顾的 在爱的享受的过程当中死去 所以后来特雷萨修女呢 就专门把这样一些 瀕临死亡的在街边的人 带回修道院 去照顾她们 为水给她们全部擦干净 做一个就是临终陪伴 好我们看 那么这位特雷萨修女呢 那么实际上她在上个世纪啊 她是最早 基本上最早的慈善家 或者是慈善组织 而且呢 她不是因为她自己 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去做慈善 而是因为她的这样一个 伟大的善举 吸引来了巨大的财富 所以她创立的慈善组织 大家看一下 拥有超过四亿美元的资产 这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不是说她自己 积累财富做商业啊 做生意赚了四亿美金 所以说这样呢 就有很多人去给她捐钱 可是呢 即使她创造的 创建的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 有这么多的财富 但是呢 她住的地方 唯一的电器就是一部电话 当然那个时候呢 电视呀 或者说那个时候的 这个网络还不流行啊 所以说电话呢 是和外界沟通的 这样的一个主要方式 然后她说啊 她说 他们从排水道带回来的 从这个街边带回来的 这样的一个 濒临死亡的 这样的一些男子啊 或者这样一些人 她说我一直 那个人就说 我一直像一个动物一样的活着 但是我将像天使一样的死去 有人爱 有人关心 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 都所追求的 我们希望人 被人照顾 被人爱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爱别人 也有人关心自己 好 然后德雷萨修里最著名的是这样一段话 好 在看这段话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看这一句 德雷萨修里她说 爱一个人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 虽然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感动 然后在第一次课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了一个关于五官感受体验 然后我们在走进课堂之前的内容里面 我们从眼耳鼻舌身意 这样的五感的触觉里面 而且特别是我们主要讲到的是 一个触觉的一个身体触碰 那我们说人的身体触碰 是可以产生连接和产生爱 所以在这里 她说爱一个人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 也就是当这个德雷萨修里在贫民窟 看到那些即将死去的极为贫穷的人 当他去照顾他 去触摸他的脸 为他擦死干净 去握着他的手的时候 这样的人通常会感受到 极大极大的感动和被爱的感觉 所以这些人可能他这一辈子 一生都很早能够得到这样的照顾 所以特雷萨修女 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付出他的爱 好 然后这里有一段话 我们看一下 这是在特雷萨修女的房间 挂着的一块木板 其实我后来 其实在很多的微信公众号 时不时的我都会看到 这几句话的描述 其实流传的还是很广 但是我还是很愿意练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人们不讲道理 思想谬误 自我中心 不管怎样 还是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 人们说你自私自利 别有用心 不管怎样 还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后 身边竟是假的朋友 和真的敌人 不管怎样 还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 明天就会被遗忘 不管怎样 还是要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 使你容易受到欺骗和伤害 不管怎样 还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 可能毁于一旦 不管怎样 还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 如果你帮助他们 却可能遭到攻击 但不管怎样 还是要帮助 将你最好的东西 献给世界 可能永远也不够 不管怎样 还是要将最好的东西付出 这句话 这一段话 其实我相信 每一句话的前半部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 但是这每一句话 后半部所讲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怎么样 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人 可以坚持下来的 但是呢 德雷萨修女 她可以这样坚持 所以说她也 在她的慈善机构里 也有很大很大一批的跟随者 所以这样呢 她才能够创建出 如此伟大的 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 好 虽然我们是在讲艺术 我们在讲美术 在讲巴洛克艺术 也在讲雕塑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 这个圣德雷萨修女呢 是曾经历史上真实的一位 但是这里我们所讲到的 这个特雷萨修女 也是一位真实的人 而且她离我们近代更近 她会显得更真实 然后她用她实实在在的生活当中的善举 然后去帮助别人 所以说我们在了解艺术的同时 可能我们不仅仅只是了解艺术 然后和艺术相关和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人物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对他们也有所了解 好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想讲到的巴洛克艺术的第二节课 那么我们这两节课都是从雕塑 从雕塑的角度 我们来了解了贝尔尼尼这位艺术家 然后也了解了关于巴洛克艺术的这样一个特点 好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引导大家去进入到贝尔尼尼的其他艺术形式 比方说建筑的设计 比方说建筑装饰和样式的设计 还有什么样的创新之处 好 我们会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巴洛克艺术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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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